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友谊说一 我是严守一 让我们重新沟通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结婚几年是个坎儿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小的时候 真的有这么一档谈话的节目 在当时是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在电影里 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友谊说一 我们的主人公严守一 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而故事要从三十年前说起 1969年 严守一13岁 这一年里 镇上通了电 装上了第一部摇拔电话 村里还嫁来了一个漂亮的表嫂 名叫吕桂花 昨天 严守一骑着自行车 驮着表嫂赶去镇上 他们要给在外地挖矿的表哥牛三斤 打一通电话 按叫严守一 小名叫白石头 按骚子叫吕桂花 骚子让我回一问 随起牛三斤 还回来不回来了 就这样是呀 这是谁还用着打电话 牛三斤 牛三斤 你的媳妇叫吕桂花 吕桂花长问一问 谁见遗憾回来吗 牛三斤 牛三斤 你的媳妇叫吕桂花 牛三斤 吕桂花长问一问 谁见遗憾回来吗 这是严守一的声音 第一次在世界上传得那么远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严守一当上了主持人 她的声音已经传遍了中国的千家万户 工程明镜的严守一 此时已经用着当时最为时髦的翻盖手机 可这也成了她现在最大的烦恼 因为不管自己在哪儿 别人一通电话就能联系上她 喂 主持人 啊 你什么 你回来吃饭吗 不回去了 忙什么呢 粗话会挪晚上了 怎么这么乱呀 你在外边的吧 哎哟 马路上 正能费劳找饭折呢 那我不管你了 好好好 你自己吃吧 女人名叫伍玥 人如其名 热情如火 她的性感妩媚 让严守一放火所以 为了不被打扰 严守一关掉了电话 而她的老婆余温娟 此时还傻傻地守在家里 忽然不知一切的发生 直到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女生啊 我是手艺的转头哥 你让手艺接电话 让她跟三男说两句 她到台里开会去了 你打她手机 大了 她关着机来 我刚才刚打过呀 通的 你是不是打错了 不回呀 那还可以通着呢 那我给她打 让她给你回啊 好 好 嗨 师傅 你哪呢 呆到我们堡堆在散步 那手艺呢 严守你没有跟我在一起啊 你们晚上不是要开会吗 啊 啊啊 对对对 我好像是听她说了一句 她要去开个什么会 啊 是 她这一遍啊 可不可以 事情这下算是穿了帮 为莫知道自己说到了嘴 赶紧给严守一大变化 来和对方这时 已经关了机 这没关机嘛 五月 人虽年轻 那野心很大 她想要的是要得到这个男人 严守一的车里现在满满的都是她的香水味 而且就在刚才 五月还在严守一的背上留下了一个牙印 严守一回家之前 还不忘删掉于五月的通话记录 确认身上没了香味才刚进屋 殊不知 她的老婆早已戳破了她的谎言 村花会开得怎么样啊 哎 跟废墨抬了一晚上干 明天还得接着开 你先看着 我赶紧你吃饭要睡 严守一刚一进屋就闹了一小睡 这话其实是真的 刚刚和五月的一番乌山云雨 她这个岁数还真有点吃不消 面对老婆此时的头怀送抱 严守一只能借口洗澡 推开了她的妻子 可她身上的那条围巾 终究还是让女人抓到了把柄 严守一 嗯 你身上不是你的味 五月发来的短信 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于文娟看着男人背后 那个清晰的牙印 没有歇斯底里 只是扶在丈夫的肩头 一头不语 她默默地选择了离婚 我叫沈雪 是你们这期台词短信班的辅导老师 今天第一天开课就有这么多人旷课 好像辅导根本没有必要 台里最近办了一个台词短信班 所有的主持人都要参加 而这期的学员可不简单 放眼望去 可以说是咖位满满 萨贝宁 刘亦伟 金龟子 黄建祥 董浩 还有我们的菊萍姐姐 关子在下 不得不感慨 小刚炮当天的排场可真的是大 那儿子天天在那呱唧唧唧地练着俯卧车 爹问 看啊 能这是脸上脸 那儿子说 俺练熊大吉 你爹说 脸也是白练 能宰脸也没能接的 半年的时光匆匆而过 五月双位的美梦并没有实现 在短讯班结业的时候 严守一反倒是和沈雪走到了一起 严守一不是不喜欢五月 只是她觉得 现在那些年轻的姑娘都太自我 反倒是沈雪知性体贴 更加符合老颜的择偶标准 然而 妻子和情人在严守一这里 敬畏分明 定性不悖 吴隆软语对吧 对 你是她的老师 真是顶着心的 他跑不上 你躲什么呀你 我又吃不了你 你有那么忙吗 喂 办什么话我听得见 办什么啊 大点声 得了吧 听不见 别装了你以为我 我说了你能听见吗 你真没劲 我在火车上回老家 喂 那口真香啊 我都听到了 你却听不到 肥老 做人要好不得 严守一带着沈雪 回横南老家去见长辈 两人这时已经准备结婚 然而他和五月的关系 依旧是欧顿思念 严守一为他老家的奶奶翻修旧房 砖头哥跟他一笔笔的算着账 严守一大愤的多给了他五百 砖头哥假意推辞 拿钱揣兜的动作却是麻利的很 你来谁 他是那不然的 败罗嗦了 那你啊 你不是活一个吗 这是电话响起 严守一没有想到 这个老家里的穷亲戚 竟然也用上了手机 谁啊 马 马 马空 马空 别说了 别欠 谁啊 鲁知信 叫我去杀烛 看我买了个手机 他也买一个 他背景没人呀 手机此时 已经不单单是打个电话那么简单 砖头哥的那句 他本已经没人了 更是将逢世喜剧的那种黑色幽默 展现得淋漓尽致 申雪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孙媳婦 席间忙前忙后 还不忘帮费沫挡酒 老人显然很中意这个姑娘 可他对于严守一离婚这事 还是心中有气 是温泉叫你少给我了 你不要他 我要他 他替我 少个温泉 跟他睡 他不是我孙媳妇 也是我孙女 这天 费老张罗冲人开会 突然五月打来电话 严守一谎称不在台里 可他来辆宝马就停在大门口 严守一没有办法 只能让门尾放他进来 而费老刚讲了良心 又被一阵铃声打断了思路 有电话了 哎 短 啊 行 我听见了 有时候我给你打过来 肯定是一女的打的 有编 费老 对面说什么我给你学说 开会的吧 对 说话不方便吧 啊 那我说你听 行 我想你了 哦 你想我吗 嗯 你昨天真坏 嗨 你亲我一下 嗯 那我亲你一下 听见了吗 费老期的离席 严守一急忙拦了下来 手机越来越普及 可是人心却是越来越疏离 费老不禁感慨 生活其实很简单 只是人把它搞复杂了 就像这个手机一样 手机连着人的嘴 嘴巴连着人的心 心中的秘密 一点点地涌进了手机 而手机也就慢慢地变成了手雷 再这个样子下去 每个手机就不是手机了 是啥子 手雷 是手雷 冷静 还说 严守一和神雪好了之后 一九和五月 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严守一周行与两个女人之间 乐此不疲 殊不知危险 已经悄然地向她靠近 我觉得书名应该叫 我把青春献给你 不要脸 这天晚上 神雪之夜班 严守一留在学校里陪她 神雪查寝的时候发现 宿舍里的一帮女生 竟然还没有回来 都两点了 你先回去吧 别跟我一块儿熬了 我不回去 我还得看你怎么得学上呢 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呢 干嘛呀你 我厉害 戏剧学院门口 一辆奥迪缓缓地停下 鹅毛般的大雪下个不停 也难演这一车的春色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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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兴奋呢 十个 十一个 十二个 什么车呀这是 女生们被神雪抓了个征兆 严守一躲在楼上掏着乐 而突如其来的一通电话 却让她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谁的呀 想 怎想 严守一离婚半年多 却凭空添了个儿子 原来她和前妻离婚的时候 余文娟已经怀了孕 女人却一直满到了现在 严守一心里明白 这是前妻给她的惩罚 老颜买了一个最新款的手机送给了余文娟 表示以后有事可以随时打给她 然而余文娟并没有接受这份好意 病房里的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而接下来的一幕 则让女人对严守一彻底新回忆了 婚宴上 沈雪蒙前蒙后帮着张罗 老颜一杯一杯喝个不停 最近的烦心事实在太多 自己凭空添了个儿子 又该如何和沈雪交代 老颜想不出办法 索性一醉方秀 沈雪有个毛病 没事总爱翻严守一的皮包 偏偏这回 就让她发现了那个 没送出去的手机 严守一谎称是台里给沸老买的 可这么花哨的颜色 一看就是给女人用的 直接告诉沈雪 严守一肯定有事瞒她 我实话告诉你 那个手机是我给余文娟买的 她生了个孩子 是我们的 我说你怎么那么兴奋呢 原来是喜得贵子 不是 你是个骗子 孩子满月之后 余文娟回到南京老家休产假 娘俩在南京一待就是半年 其间 严守一汇过两次钱 但结果都被退回 严守一因为五月离得婚 却又没有选择和她在一起 女孩的青春就那么几年 和严守一纠缠了这么久 五月实在脱不起了 她看着电视里侃侃而谈的男人 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神雪虽然气恼严守一骗了自己 可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 这天 他们和费沫出去按脚 严守一的手机下了 一看是五月发来的短信 瞬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严守一偷偷瞄了一眼神雪 然后悄悄地删掉了短信 又把手机调成了震动 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水概率50% 那是带三号还是不带三号 以为鱼而丑谋 今天也还是带到八三号 你咋个小的拉回云才要落鱼呢 对方眼见眼手一不回 一个电话直接顶了进来 老延按了拒接再假装跟对方说话 这才躲过了一劫 喂 谁也挂了 严守一回到家 便开始翻找今天的报纸 他假意是要去上厕所 其实还是想赶紧给五月回个电话 喂 一直在开会 没时间给你打电话 明天 明天 我打开 臭刀片 从我的手里来了 我过上厕所了 上厕所干嘛不脱裤子 因为电话是陌生号码 严守一谎称是给之前的大九哥打去的 自己是怕神血多心 所以才会躲在厕所偷偷地说 也亏的是老延这张颠倒黑白的嘴 愣是让他又给划了过去 放心 冤枉不可能重温 我说不让你照顾他们了吗 我知道你想孩子 不过最好现在先别见 大九哥知道老延想念儿子 给他捎来了一张余文娟母子的照片 顺便让他帮忙 在北京为余文娟找一份工作 跟你们社长说余文娟会拿走 你跟我们社长说去吧 跟余文娟你的朋友没亲我 我不见了 脸上谈笑间 沈雪突然打来了电话 严守一一边让五月边弄出动静 一边跟沈雪说 自己正和几个出版社的朋友在餐厅吃饭 谈的是个飞沫出书的事情 沈雪听说有饭局 也想过来操操热闹 严守一不想他真的要来 只能厚着脸皮让五月先走 要不你先走走了 我就不跟你见了 我今儿还非见他不可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他就是那黄雀 严守一现在成了最尴尬的人 只能夹在两个女人中间 左右风圆 沈雪并不傻 他一看桌上的餐具就知道 刚刚在这里吃饭的 只有他们两个人 但沈雪并没有拆穿严守一的谎言 只是用行动声明了自己 对于这个男人的主权 哎呀我一看见牛排肚子就热了呀 我先吃你呢 吃吃吃吃 我也是 身上这狗就上瘾了 我沈雪要是饿了 一分钟都等不了 一会你吃我的 回去的路上 老颜还想敷衍了事 可沈雪并不买账 最终 老颜也发了火 你把事情分析得这么有条理 你干嘛呀你 我是找老婆 不是找 不是找他妈间谍 你干嘛呀 眼见老颜生气 沈雪也心虚了几分 毕竟这事自己也没证据 只能一把搂住男人的胳膊 撒娇的说道 我不管 我就是不想你再理他了 沸老最近也很累 他跟一个女研究生 关系暧昧不清 这天正好被严守一撞上 而严守一只是按了按喇叭 提醒他们就是在大街上 不让我接 原来是有人送 车不好 人好 一个学科研的研究生 说没说的 对我有些崇拜 沸老一再教导了 麻烦 你们可是顶着麻烦上 严守一 拙人要厚道 原来 今天是沸老的新书发布会 严守一首要参加 巧合的是 五月就是会场的司仪 而她又怎么会错过如此的良机 酒会之上 五月眉目传情 一条简洁的短信 悄无声息的发了过来 而严守一欣然接受 而且不忘卸下手机电池 另一边 严守一老家来的亲戚 一考出了问题 沈雪想给严守一打电话 自然是联系不上 而在518房间里 严守一和五月激情过后 她惊讶的发现 五月这次约她 是有备而来 她竟然用手机录下了音 你录她干什么呀 那得看你对我怎么样了 我取不了你 我没那么天真 你们有一说一 不是正在招主持人的吗 我报名了 我不希望有竞争者 严守一显然是低估了眼前这个女人 也许曾经五月只想成为严妇人 而现在这个女人 却想要得到更多 严守一推然无力的摊倒在床上 这次自己真的是玩砸了 老爷和沈雪这天在火车站送人 突然费沫的夫人打来了电话 询问费沫下午 是不是去了希尔顿酒店开会 严守一和费沫两人经常互相打掩护 这次也是心照不宣 老爷没有多想 顺着对方的话头就编了下去 对 是在希尔顿酒店开会呢 你去了吗 我得送人先走了一步 会还没散呢 哦 嗨 你们家费佬你还不知道啊 他不说痛快了谁敢说散会啊 胡扯 严守一 我算认识你了 实际上 费沫跟她夫人说的是去友谊宾馆开的会 严守一不知道对方是透 另一头钻了进去 费沫变得瞎话 也就不攻自破 什么美学研究生 不行 不行 老费当众出了丑 再也没了往日的神气 她跟严守一说 自己那天的确是去了友谊宾馆 也开了房间 可是她左思右想 犹豫再三 终究没敢付出行动 只是这话现在说出去 又能有谁信呢 二十多年都睡在一张窗上 确实有点深眉疲劳 还是农业社会好啊 金 太金了 金的人都喘不过气来了 费沫闹出这档的事 倒是跟沈雪提了个醒 严守一和费沫之间 互相打掩护又不是一丝两次 指不定严守一这里 还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帮沸沫骗李一样 沸沫在帮你骗我 你不就是这种关系吗 你要是这么认为 那我得没法说 你是没法说 因为你心里有鬼 给你放着 你捉鬼吧 严守一为了自证清白 扔下手机摔眉而去 而她慢慢都没有想到 就是她这个举动 亲手葬送了 她和沈雪的这段感情 手机没有傍身 严守一一天下来 过得都是魂不守舍 录节目的时候 也是屡屡出现失误 晚上回到家 就看到沈雪在那里黯然身上 严守一心道不妙 打开手机一看 果然出事了 原来 五月为了要挟严守一 偏巧在今天 把她们的亲密合照发了过来 而严守一此刻 已经是白口莫辩 长期以来 严守一周旋在两个女人之间 左右逢源 乐死不疲 终于在今天 她品尝到了 自己种下的苦果 不过已经 没时已晚 她的要求 她要取代的不是你 她要取代我 她要到有一首一张 节目主持人 同天晚上 严守一的前妻打来了电话 原来 她的奶奶已经病胃 老家人联系不上严守一 只能把电话 拿到了余文娟那里 严守一赶回去的时候 老人已经去世 在出病的时候 严守一烧掉了手机 发誓 发誓此生再也不用 严守一回到北京后 很快便生了一场重病 她的声带发了炎 以后再也不能上台主持节目 而接替她的人 正是五月 费沫远赴他乡 做了一名教书将 从此 杳无音心 手机上用于2003年 是一部由冯小刚指导 葛优 张国立 范冰冰 徐帆等主演的贺岁电影 影片改编自刘振云的同名小说 尽管依旧精味十足 但已经不似当初甲方乙方的那样 轻松幽默 而是那种 让人在欢笑过后 而又细思极恐的作品 台词精辟 是冯氏电影的一大特色 这部电影中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两句台词 而电影里的每一个幽默背后 都暗藏着人性的欲望和虚伪 时至今日再度观之 依旧耐人寻味 在剧情构思上 看似与手机无关 然而电影里的所有谎言与欺骗 手机都在其中充当了帮凶 和媒介 手机成了一把双刃剑 既掩盖了虚伪 也戳破了谎言 而在前夕年初 手机芳兴为爱 方小刚和刘振云 能够挖掘出这样的主题 也说明了他们对社会的前瞻性和洞察力 19年前的社会就是这样 19年后的今天依旧如此 正如葛游的一句台词 生活很简单 是人把它搞复杂了 手机本身只是一个通讯工具 只有当使用它的人不在安分的时候 才会暴露出它里面暗藏的各种丑态 人类永远是所有灾难的始作俑者 而欲望恰恰就是人类最大的软肋 严首一一次婚姻两段感情 而三个女人最终进阶离她而去 宇文娟显雅淡静 终究敌不过五月的妖娶与激情 神血温柔体贴年轻漂亮 而五月降服严首一 也仅仅就用了一条简洁的短信 而严首一无疑是这场感情游戏里最大的输家 人前衣桌光鲜侃侃而谈 人后却是难以启齿的尴尬与纷乱 直到最终一无所有 在影片的末尾 悠长的调子再度响起 镜头又回到了当初元首一 走出来的那个山沟沟里 时隔几十年 手机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但人们的隔膜已久 感情的苍凉已久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观子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